北京时间3月27日下午 亚洲大学联盟主席清华大学校长邱勇 与来自意大利、瑞士、日本、阿联酋、韩国、新加坡、泰国、印尼、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14所重要大学的校长 或防控疫情委员会主席在线上举办大学抗击新冠疫情特别工作会议 会上邱勇宣布 清华大学设立春风基金国际科研项目支持计划 鼓励和支持开展疫情相关的国际联合研究 推动大学科技合作和成果应用 提高跨国疫情公关合作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邱勇表示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 大学更应发挥积极作用 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坚定信心 增强互信 团结让我们更加强大 会上 14所重要大学的校长或防控疫情委员会主席先后发言 分享各高校疫情防控 在线教育 科研创新等方面的经验做法 表达加强务实合作 携手打赢疫情阻击战的强烈意愿 各大学纷纷表示 感谢清华大学的组织工作 并希望以各种方式 持续加强特殊时期的密切沟通合作 共度时间 感谢观看